比赛的时候呢 发球讲究长短配合 直线线路短 发直线突然性会更强 而且对方反手接球 质量不会太高 对于下一板的衔接 不管是我们防守或者是进攻 这个难度都不会太大 可以占据主动 比赛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适当的做发球的搭配 比如对方正手接发球 很强势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多发反手的直线长球 再搭配着正手位的长短球 来分散对方的注意力 为我们下一板的强攻呢 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这个发球还是多以 侧拳侧上拳为主 偶尔搭配着侧下拳 侧拳侧上拳呢 球速呢比较快 对方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呢 搓的话很容易冒高 而且我们偶尔搭配的侧下拳 也给对方直接拉球起板 增加了一些迷惑性 在上下拳配合的情况下 对方一犹豫 就比较容易保守 会出现下拳拉下往 上拳 接冒高的情况 但是这个配合呢 是有一个难点 就是直线发球 对于我们发球方的要求 也是比较高的 发的质量高呢 失误的这个风险就比较大 所以这个发球 我建议大家 还是要以速度为主 不球这一板球 我发的对方 一下子就接不回来 但是呢 可以调动对方 为我们下一板的进攻 创造机会 这个目的 只要能达到这个发球 就是OK的 这个战术呢 我们在比赛中 去使用的时候呢 首先是 我故心打相持球呢 比较占优势 打回合球呢 我能够主动的变线 或者是我能够主动的 去压制对方 就比较适合 我们直接发直线长球 去跟对方打回合 创造优势 而且如果我正手 有一板比较强势的进攻 我们也可以用 这个发球去做搭配 在对方判断不清楚 旋转情况下 他接帽高的时候 我们正手 就可以直接杀板